生日这一天 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特殊的 但生日这一天 很多人都会希望得到祝福 希望在意和自己所爱的人 都能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夜 就算是繁花锦簇 情况闪闪又大片粉丝 美妖的明星也不例外 郭可音48岁的生日 也是一场静养的小型家业 身为TVB花蛋 身为富商后代 郭可音在娱乐圈一直以任性出名 大小姐脾气也不是简单的调谈 不过呢 这次她的生日 宴上弟弟一家都来了 可见大家相处甚好 说起郭可音的弟弟 小八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 她叫做郭可颂 附上后代 而她的妻子 是名模熊戴林 这次他们还带上了 今年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宝宝 大合影的时候 宝宝被郭可音的妈妈抱着 熊戴林则是紧挨着婆婆 这么看来一家子的关系 真是十分融洽 熊戴林虽然只是怒了一张笑脸 但是可以看出她的婆婆 肩膀动作亲密 可见两人平常的关系也是处得非常好的 小八觉得 熊戴林过去常常被人吐槽 不会做人做事 但是能把牵笛下最复杂的关系之一 的婆媳关系处理好 那就说明情商还是很高的 其实 熊戴林对这些亲密关系 是很下力气去维护的 早在她和郭可颂交往的时候 她就经常和郭可颖往来 郭的生日会熊戴林 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了 小八觉得人与人之间能相处融洽 一方面是天生气场融洽 一方面则还是有用心维护的结果 在郭可颂的评价中 熊戴林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也与坚能感觉 早她是很收婆家带见的 而这一次宴席 也是例证了这样的事实 一般来说 郭可颂的生日 也应该是她的亲友参与 熊戴林参与没问题 但是照片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熊的妈妈 熊妈妈和熊婆婆两人手里 分别抱着一个孩子 气氛极其融洽 这样的场景 说明关系好的不只是个人了 而是结为亲家的两个家庭的往来关系 也处理的十分好的结果 看到这里 小八相信大家会为熊戴林 如今会有这样幸福的日子感到开心吧 毕竟很多人提到熊戴林 首先想到的估计 就算她曾经拥有的身份天王嫂 她和郭富城七年的恋情 那可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但是这段感情呢 结果却不是那么美好 很多人包括郭富城都觉得天王嫂这个身份 对于熊戴林来说 是这段感情最大的收益 熊戴林也确实因此收获了更多名气 但是别人都只看到她身为天王嫂的高调一面 却看不见这七年李熊的隐忍 卑微 甚至被指责道贴 两人结实是因为一不安慕 那大概是06年的事情 07年两个人 一起吃火锅的时候被投拍 恋情就被曝光了 但是 这段感情并不像那些想要借机上位的女孩 预设的一样顺风顺水 首先是熊戴林的女友身份 从未被郭在媒体前正式认可 其次两个人交往期间 郭天王的表现堪称且攻击一 毛不白 无知没有 关系也没有太多 唯一的收获 那大概就是一个天王嫂身份 背后的连锁笑印吧 熊戴林和郭富城的七年感情 明明是他在迎刃退让 是他在被为妥协 还总被拍到自己去找郭富城 被媒体讽刺是倒贴不入流 等到最后分手还要难忘被扣上鞋子这样 有些无辱意味的言论 幸好 熊在跟随郭多年发现自己 想要的婚姻目望后 及时放手 如今的幸福 想必就是他在上一段恋情吃够苦头和教训后 努力经营得来的 这一点 从他对于身边亲密人的表现和言论 想来是十分得体有分寸就能看出来 分手很通 尤其熊是被逼堕胎 无奈心思放弃恋情 但是他并没有指责对方太多 被问到是否能够放下这段恋情 虽然难过 但是回复确实得体 他说人要向前卡 不合适始终要放手 在郭的鞋子理论被爆出后 他也没有如一些媒体看戏的愿发脸反击 知识 一如往常 保持有假风范 说一句 希望不要再把自己和郭富城放在一起了 两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是天王嫂的身份注定让他的难以回避这个话题 在他和郭天王分别结婚后 有一次上综艺 又有人问了他 怎么看郭结婚的事情 熊的反应第一是无言 估计内心在OS怎么又是这个问题 但是想想这逃过一回终究 还是有许多类似问题 还不如一次性说清 他就放手正式问题 这一次 他的答案依然很得体 没有夸张 没有邪怨 甚至很露人 他说 我也结婚了 这个答案是真的满分 小巴觉得 在反流电脑子的人 都能听出话拜音 那就是他结婚 我也结婚了 我们就算陌生人了 没什么纠葛 也别再问了 有这样的情商 熊带琳生活幸福有什么难呢 我只会让他走进去 也不太会 我只会让他走进去 我只会让他走进去 你真的会费 我只会让他走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